妻子失足落入海中 丈夫却见死不救 迟迟不肯拉她上船 她犹豫地看着挣扎的妻子 船尾汹涌的海浪就快把她淹没 丈夫最终下定决心 狠狠地甩开了妻子的手 将她永远留在了这片海里 确定妻子沉入水中以后 丈夫开始向船员呼救 装作心急如焚的样子 告诉众人自己的妻子掉进了海里 可船员找不到妻子的踪迹 丈夫只能先去警察局做笔录 她脸上真诚又心痛的表情 充分说明了她是个好丈夫 她叫陈建生 是个建筑公司的小职员 在公司里不受重视 天天被上司责骂 事业上一事无成 还是个人菜饮大的赌鬼 在赌场欠了一大笔钱 陈建生本人无力偿还 便哄骗妻子挪用公款 足足五十万才填上她的窟窿 夫妻二人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 陈建生依旧留连赌场 连儿子的生日都狠心错过 姗姗来迟的她被岳父指责 一路之下躲进浴室用冷水淋湿了自己 可惜她不但没冷静下来 反倒对关心她的妻子恶语相向 自己无能又心比天高 脚踏实地工作对她来说绝无可能 陈建生一心指望能靠赌博发家致富 妻子冒险拿给她的钱 竟然又被她送进了赌场 最后实在没办法 夫妻二人只得前往在泰国做生意的表姐家借钱 不料姐夫只是大谈自己的生意如何之好 丝毫不提借钱的事 没能如意的陈建生大发雷霆 她发誓自己一定会出人头地 但也只是一句空话 在回家的路上 运船的妻子醒来发现丈夫不见了 寻找一番才发现她坐在船尾喝闷酒 面对妻子的担心 陈建生癫狂地大笑着 认为妻子不过是在可怜自己 她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运气太差 情绪激动之下就要跳海 妻子健壮急忙拉住了她 但女人不知道的是 丈夫并非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只见她死死地握住扶梯 将妻子甩入海中 丝毫不顾妻子的哀求 只要这个女人一死 她挪用的50万公款就没人知道下落 自然也不用陈建生偿还 所谓的爱情在利益面前荡然无存 她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沉入海中 心中有的只是债务消失的轻松 警察果然如陈建生推测的一般 认定妻子是畏罪自杀 她只要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模样 就不会有人怀疑她 妻子落海失踪的案子草草了结 陈建生返回了家 安慰了儿子几句以后 她今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事 就是将岳父赶出家门 虽然这处房产属于岳父 但他早就哄着妻子把房子抵押了出去 岳父难以置信地看着女婿 今天重重到来的噩耗让他心痛不堪 女儿下落不明 自己又要被送进养老院 陈建生就像大仇得报一般 尽情训斥着岳父 岳父终究是拗不过陈建生 孤零零地住进了养老院 从此以后 无债一身轻的陈建生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心里明白自己想要出头 就得获得老板的赏识 在一次会议中 董事长坦言公司遇到了一些麻烦 希望员工建言献策 陈建生进行了一次豪赌 他站起身来发表了一番肺腑之言 表示自己愿意为公司牺牲 反观其他领导则畏畏缩缩 是公司痛点而不见 董事长十分赏识地看着他 陈建生成功向上爬了一步 他的地位迅速提升 转眼间已经可以和别家公司老总谈生意 他狠辣的手段和精准的眼光 让老总刮目相看 没聊几句就达成了合作 就算他先斩后奏 不经董事长同意就做了决定 但是实打实的利益让董事长无话可说 甚至对他更加欣赏 人在高昂利益面前会逐渐丧失理智 董事长这种商界大佬也不例外 随着地位的提升 陈建生的人员水涨船高 过去对他挑三拣四的上司 又舔着脸来抱他的大腿 不料陈建生十分记仇 在大家都举杯欢庆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把上司炒了鱿鱼 陈建生的事业蒸蒸日上 董事长的女儿也对他动了心 他对陈建生十分殷勤 陈建生也对此乐在其中 完全把妻子抛在了脑后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的妻子美凤并没有死 而是被一艘越南的难民船救了上来 这些自身难保的人救下了一个陌生女人 相比杀妻躲摘的陈建生 不知善良了多少倍 他们没有医疗设备 只能用土方子为美凤暂时包住伤口 从大海中死里逃生的美凤几乎毁容 他的嗓子也受到伤害说不出话 美凤不知道曾经相爱的人为何如此狠心 幸好警察发现了他们 美凤也住进了医院 半梦半醒之间 他还沉默在那片海里 窒息的感觉让美凤猛然惊醒 他急忙给家里打去了电话 儿子现在是他唯一的牵挂 可是他无法说话 只能呜呜地哭 儿子不知道电话那头是他心心念念的妈妈 骂了几句神经病 美凤有苦说不出 只能先躲进杂物间冷静一下 他终于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 已经化浓的伤口看起来恐怖又丑陋 他本没清目秀 这番却成了如此模样 一时难以接受的美凤摸着自己的脸 扑倒在地上痛哭起来 但是身为一个母亲 他强忍着痛苦来到了家门口 想见儿子一面 但是又怕吓到儿子 他只能隔着窗子远远地望着 儿子正在自己主面 可惜年纪上小没什么力气 打翻了碗 看得美凤十分心疼 他正欲冲进家门照顾儿子 没走几步就看见陈建生带着新欢回了家 二人甜甜蜜蜜好不快活 儿子在家吃不饱饭 丈夫却在外面乱搞 美凤愤怒地捡起石块扔了出去 玻璃窗破碎的声音引起了陈建生的注意 紧接着美凤扔出的石头砸破了她的脑袋 儿子冲到窗边咒骂着这个疯女人 美凤心如刀脚 说不出话 陈建生追了出去 可雨中美凤扭曲的脸下的她连连后退 最终放了美凤一马 陈建生怀疑这个女人是美凤 但又拿不出确切的证据 只得先作罢 无处可去的美凤只能去求助朋友 可她的打扮十分可怖 不满伤痕的脸只能吓人一跳 她也不能出声解释自己是谁 朋友的哥哥回家以后 将她赶了出去 美凤连连摆手 又无可奈何 朋友一家人冷静下来以后 突然意识到刚才的女人似曾相识 朋友追出门去 这才认出刚才闯入家中的女人是美凤 二人在雨中紧紧相拥 美凤终于感受到了这些天来唯一的温暖 朋友现在是她唯一的依靠 在美凤消失的日子里 是她一直照顾着美凤的父亲 还带美凤的儿子去探望外祖父 现在她重伤归来 唯一能接纳她的人 也是这个朋友 第二天朋友就带着美凤前往养老院探望父亲 可是美凤已经变了模样 所有人都以为她已经死了 她不敢和父亲相认 听闻父亲对她的思念 美凤忍不住陶冶寺地离开房间 一位医生叫住了她 医生发现她脸上的伤疤已经感染 再不治疗就会彻底坏死 朋友知道自己不能坐视不理 美凤过去对她的帮助她不能忘记 幸好哥哥也是个面冷心热的人 抵押了自己的新车 给美凤筹到了做手术的钱 美凤十分感动地望着朋友 到头来 竟然是她最爱的人伤她最深 美凤躺在手术室里 回忆在脑海中不停地翻涌 她穿着婚纱站在陈建生身旁 从年轻貌美一直走到满脸伤痕 从双目寒情走到满眼失望 回想起曾经三口之家的生活 想起她冒险为陈建生挪用公款 想起陈建生松开了她的手 想起她搂着别的女人回家 她心中的爱一点一点死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以后 美凤的脸完好如初 这一切都多亏了朋友的帮助 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探望父亲 就在她赶到养老院时 却被告知父亲去找陈建生了 老头十分想念外孙 却得知陈建生要将她送去美国 一时间急火攻心 冲去陈建生公司想要个说法 谁知陈建生根本不在意她的想法 还要把她轰走 父亲一怒之下拔出水果刀 要与陈建生拼命 二人在公司里开始追逐 情绪激动的老头 听不进任何劝告 拿着刀只是往前冲 混乱之中警察开了一枪 受到惊吓的老头翻过栏杆掉了下去 请客间就没了性命 美凤还没下出租车 就看见父亲裹着白布被抬上了救护车 好不容易逃过一劫 父亲却离他而去 美凤遭受的打击让他难以平静 事到如今 他只有用最决绝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他穿着一袭黑衣 来到了火车站想要一死而知 但是望着急迟而来的火车 他又很不下心 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他 就算是死 他也要和陈剑生一起死 另一边的陈剑生知道美凤还活着以后 心中十分不安 现在岳父又大闹一场死在了公司 他在这里前途未卜 不如出卖公司资料 拿着对手的钱逃到国外去 准备好一切之后 他回家开始收拾行李 不料美凤已经等候在此 他要和陈剑生同归于尽 陈剑生装模作样地告诉他回家就好 希望他跟着自己移民到国外去 你听说过 不管我犯下天大的错误 你都会原谅我的 对不对 美凤看着丈夫只是冷笑 随后便用力地将一把刀捅进了她的身体 二人开始在房间里扭打起来 美凤流着泪质问丈夫为什么要狠心杀了自己 丈夫辩解自己想要出人头地 就必须牺牲妻子 美凤绝望地割开了天然气管道 这份感情已经伤他至身 他拿起打火机就要点火 陈剑生见状开始痛心疾首 承认自己的错误 趁美凤放下戒备之时 他一把夺过了打火机 本以为能就此逃过一劫 谁知儿子一路寻找过来 帮助下暗响的门离 房子里瞬间火花四斤 所有家具都化为一堆破烂 美凤摊坐在地上 紧紧地抱住了儿子 儿子并不清楚父母之间的矛盾 还拉着二人的手想要握在一起 至此 电影《夺命家人》全片结束 爱情就像一层沙网 让人看不见伴侣的真实底色 在利益面前 他脆弱地像一张纸 经不起半点考验 永远不要查男友手机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藏着多少秘密 贝伦多次撞见男友沾花惹草 跟别的女人谈笑风生 甚至在办公室里衣衫不整 心存怀疑的他一查手机 发现果然不对劲 通话记录和短信里的甜言蜜语 将男友的风流债暴露殆尽 贝伦为他背井离乡 抛弃事业重新开始 男友却和第三者聊得热火朝天 当面对峙还装得一脸无辜 贝伦顿觉一阵恶心 但他没有想着分手 而是想考验男友还爱不爱他 贝伦煞有介事地录好告别的留言 然后把所有物品收进行李箱 伪装出自己已经离开的样子 眼看男友马上就要到家 贝伦抓紧时间留下一张便签 好让男友尽快发现视频 随后匆忙躲进密室 通过单面镜观察男友的反应 男友的表现让贝伦很满意 他看到视频以后 先是难以置信 发现女友的物品全部被带走以后 又陷入了悲伤之中 密室里的贝伦开心地看着男友 期待他能在情绪低落一些 这样就能证明他的确很爱自己 男友果真如他所愿 贝伦心里乐开了花 达到目的的他准备走出密室 给男友一个惊喜 然而悲哀的是 那没决定他生死的钥匙 被留在了门外 这间密室本是房东丈夫 生前为躲避追杀而造 完全封闭 绝对隔音 手机信号完全屏蔽 厚重的大门没有钥匙休想打开 贝伦扑在镜子上拼命呼救 现在男友是唯一有可能发现他的人 然而男友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贝伦现在可谓是 叫天天不音 叫弟弟不灵 没想到考验爱情就是考验自己 贝伦看着伤心的男友 再也笑不出来 但是没关系 一会儿他会更笑出不来 急急忙忙躲进密室的他 并没有准备任何食物 密室里的罐头已经过期 贝伦尝了一口 感觉灵魂都遭到进化 水龙头也只能流出带着铁锈的水 贝伦相信男友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自己 谁知男人就像挣脱了束缚一般 自言自语地祝贝伦好运 只过了几个小时 悲伤的情绪就一扫而空 贝伦惊呆了 他没想到男友如此绝情 狠狠地踢了一脚水管撒起 却意外发现密室外的洗手池出现了水波 贝伦试图以此引起男友注意 然而男友此刻只觉得解脱 并没有注意到贝伦的信号 失去希望的他只能拿着罐头到徒劳的挖墙 挖了几下就有些体力不支 贝伦坐在床上看着自己和男友的照片 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认为 为了考验爱情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 有人被困密室 有人邂逅心欢 郁闷的男友去了一家小酒馆 走流程式地哭了起来 当一个男人流下眼泪 一定是因为他做了愧疚的事 但是多喝几口酒以后 他就忘记了愧疚 跟女服务员安娜眉来眼去 彻底把贝伦抛在脑后 第二天晚上 男友直接把安娜带回了家 二人在镜子前浓情蜜意 随后更是深入交流起来 这一切都被贝伦看得清清楚楚 男友当着自己面风流是重什么体验 相信贝伦已经可以写出十万字的观后感 他在镜子后绝望地大哭 不敢相信只隔了一天男友就另寻他人 更不能接受自己要亲眼目睹这一切 贝伦考验爱情有了重大成果 只不过不是他想要的 密室里的喇叭将二人羞耻的声音 清晰地传进了贝伦的耳朵 他几乎崩溃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才安静下来 贝伦看见安娜穿着男友的睡衣 还用自己的牙刷 不由得心头活起 但是无论他在里面发出多大声响 都不会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安娜更不会 他对贝伦的男友一见钟情 伤心的男人看起来最有吸引力 因为这显得他深情又让人心疼 他将男人带回自己的家 对他毫无防备 随后又被男人指挥家的才华所折服 他作为一个小服务员 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个英俊的金龟絮 二人王八看绿豆 立马看对了眼 一觉醒来 安娜还以为男人贴心地 为自己准备好了牙刷 殊不知镜子后的贝伦牙都要咬碎了 他对着水池大骂几句 没想到声音居然隐约传到了外面 安娜俯身去听 贝伦急忙抓紧机会呼救 可惜声音若隐若现 安娜虽然觉得奇怪 但也不以为意 留下贝伦绝望地流着眼泪 过了一会儿 居然有警察找上门来 告诉男人贝伦目前还是毫无踪迹 需要对他的宅邸进行调查 甚至怀疑是他谋杀了贝伦 男人对此只是解释道 警察不过是例行公事 自己清楚贝伦不会有事 并且不允许安娜多问 安娜铁了心要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他就当眼前的一切从未发生过 到了晚上安娜泡澡的时候 浴缸里无端出现了许多水波 并且源源不断地向外扩散 这太奇怪了 吓得他急忙起身 因为此时贝伦在密室内凿墙 然而扣破沙土以后 露出来了坚硬的铁皮 贝伦知道这条路行不通了 只得先保留体力 安娜虽然觉得这里十分奇怪 但是男人实在太有魅力 他无法拒绝 干脆直接搬了进来 奇怪的是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 这当然不是什么灵异事件 而是贝伦的求救信号 通过研究密室的设计图纸 他发现内部有一条水管 可以控制外部浴室的水温 他尝试性的一拟 浴室里立马传来了安娜的尖叫 这让贝伦心头暗爽 安娜来到镜子前 检查自己烫伤的皮肤 贝伦赶紧冲着下水口 喊出安娜的名字 可惜安娜虽然听到了 只是觉得害怕 没再仔细探究 直到晚上 安娜在床头柜前 发现了一把钥匙 镜子后的贝伦又看见了一丝希望 他想让安娜发现钥匙的用途 然而造型十分精美的钥匙 被安娜误以为是项链 将其戴在了身上 贝伦徒劳地拍打着镜子 起不到任何作用 突然间房子停电了 惊慌的安娜连忙找来了男人 告诉他自己觉得房子里有鬼 男人听到了下水口的声音 却不以为意地敷衍几句 告诉安娜只不过是风造成的 这一次安娜没再相信他 外出散心时随手扔进水池的一个苹果 荡起的波纹让他恍然大悟 他急忙回到镜子前 放了满满一池水 然后对着镜子说开始 贝伦知道安娜开始怀疑这几天的遭遇 并且对真相有了眉目 他急忙敲击水管回音 让水面荡起波纹 当安娜说停下的时候 贝伦就遵守指令停止操作 重复了几次以后 安娜试探着问 是否是贝伦在操纵这一切 水面上听话的纹路给了他答案 通过这种交流方式 安娜确认了贝伦还活着 而且就在镜子后面 贝伦养的狗也适时地出现 冲着密室的另一扇门大叫 安娜想到之前的晚上 这条狗也是总趴在门前不肯离开 现在想来竟是在守护主人 安娜的大脑飞速运转 成功找到了藏在书柜后的钥匙孔 密室里的贝伦看着安娜 一步一步按照指引行动 就差最后一步插入钥匙 自己马上就能获救 然而安娜却在此刻犹豫了 把插进的钥匙又拔了出来 随后又将钥匙口重新藏起来 因为他突然想到 自己和男人之间发生的一切 全部都被贝伦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他将女人放了出来 好不容易才得手的男人 岂不是会离他而去 安娜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故意和男人在镜子前拥抱 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仿佛已经看到镜子后恨他入骨的贝伦 人最怕在绝望时看见希望 又看着希望突然消失 贝伦只差一点就成功脱困 现在他只能看着安娜趁虚而入 从此再也没有人会回应他的求救 几天以后 安娜还是于心不忍 他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谋杀 于是返回别墅想和贝伦再交流一番 没想到贝伦再也没有给出回复 他想贝伦或许已经死了 现在他只需要专心和男人生活 没想到警察的来访带给当头一棒 厚厚一打照片 记录着男人和另一个女人的亲密时刻 他的心底始终都最爱乐团里的小提琴手 贝伦和安娜都不过是他的玩物 凡然醒悟的安娜急忙打开密室 却发现贝伦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就在他俯身想要查看的时候 贝伦却突然抱起砸晕了安娜 夺过钥匙逃出了密室 当他关上门 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时 憔悴的面容让他十分后悔 自己不该为了所谓的考验爱情 差点失去生命 听着电话里房东去世 即将收回房子的消息 贝伦突然心生一计 他留下了钥匙 将自己和男友的合照贴在镜子上 这样等男友返回时 只会觉得安娜发现了他的恋情 一怒之下离开了他 没有人会去怀疑镜子后有什么 而他会远离这个伤心的城市 而曾经意图害死他的安娜 密室就是他的归宿 至此 电影暗黑面 全片结束 永远都不要故意去考验爱情 你设下的谜题 或许会变成困住你的陷阱 贝伦被困在密室中 一如他被困在对男友的爱和猜疑中 随着他不断看清渣男的本质 他就离出口越来越近 直到最后彻底失望 他也从考验爱的密室中逃了出来 永远有人为爱不顾一切 但在此之前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做好准备 去接受爱情里的黑暗面 女人用针管抽出自己的血液 小心翼翼地给柜子溅上血迹 再把剩余的血浆泼在地板上 用手胡乱抹了几下以后 又划出两道像是被人拖拽过的痕迹 今天是他和丈夫的结婚纪念日 艾米用自己的方式 进行了一场对丈夫的复仇 家中的各个地方 都藏有女人留下来的线索 她的脸上写满了对阴谋得逞的期待 做完这一切 艾米开着车扬长而去 直奔另一座城市生活 她剪去长发 更换穿衣风格 和之前判若两人 几个小时后 丈夫回到家 发现妻子没了踪影 看着家中被破坏的痕迹 她立马报警 此时的她并不知道先前发生了什么 只是十分担心妻子的去向 警察很快注意到厨房的血迹 她意识到这可能不是普通的失踪案 决定深入调查 艾米是知名作家 拥有一大批粉丝 她的失踪很快引起媒体记者的争相报道 尼克不仅要面对咄咄逼人的媒体 还要配合警察的案件侦查 在记者面前 她是模范丈夫 十分关心妻子 恳求社会各界帮助她找回艾米 在警察面前 她是个无辜的丈夫 对妻子的失踪毫不知情 甚至连妻子的近况都不清楚 倘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怎么会像尼克一样一问三不知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怀孕了 警察的心理疑云密布 整个案件处处都充满了不合理 她立即着手展开调查 艾米留下的线索被逐一发现 她为纪念日设计了一个解谜游戏 这是她和尼克的甜蜜情趣 也正是这些游戏之意 带着警察一步一步走向了艾米设计好的真相 一本艾米的日记 记录着夫妻二人从相识至今的所有事情 警察逐渐还原了整个案件 尼克凭着英俊的脸和浪漫的气质 俘获了当时已经名声大噪的艾米 他们从热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小伙子 一跃成为了艾米的枕边人 本以为他们会像初始那样 永远对彼此热情不灭 但是打碎一对夫妻幻梦的东西 很残忍也很简单 他们的经济出了问题 二人都濒临失业 矛盾不断爆发 感情变得和经济一样岌岌可危 他们无法维持在纽约的生活 尼克未经允许 便带着艾米回了秘苏里的老家 艾米对此有些不满 但也尝试着去适应 家中的一切都是艾米在之初 他只想要尼克的爱 尼克只是一个资质平平的作家 每天都刷爆信用卡 买一些高价物品 婚姻里一味的妥协 只能换来变本加利地伤害 回到老家的尼克如鱼得水 每天有去不玩的聚会 留下妻子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承受孤独 他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少 艾米不甘心他们的感情出现裂痕 于是他不可避免地诞生出一个卑微的想法 想用孩子挽救这段婚姻 而尼克并不接受 在他心里二人的感情 已经没有修复的余地 二人在不断激烈的争吵中互相推洒 尼克重重地将艾米推倒在地 他强撑着的精神开始崩溃 艾米发现结婚以后一切都不像从前美好 她不再是过去那个魅力四射的女人 而是变成了一个怨声再道的妻子 他们刚接触的时候 尼克喜欢听话的好女人 艾米就努力成为这种人 尼克也在她的控制下 越来越接近她的理想型 可是婚后的尼克变了 变得平庸 懒惰 毫无魅力 艾米发现尼克再也不能吸引自己 除了感情不合之外 艾米发现他们夫妻之间出现了第三个人 尼克和年轻女孩在酒吧门前举止亲密 漫天纷飞的雪花 让她想起二人确定关系的那天 也是这样一个甜蜜的夜晚 尼克对她海誓山盟 爱意浓烈 艾米忍不住怀疑丈夫有一天会杀了自己 只因她不肯为她的心欢让路 于是艾米偷偷买了一把枪 警察了解完过去的一切 结合现场留下的诸多线索 厨房里检测出的大量血迹 债台高筑的信用卡账单 艾米自自弃血的日记 以及艾米突然提高的保险额度 无不说明尼克就是杀人凶手 任凭尼克极力解释自己与这一切无关 但是她的话毫无证据 显得十分苍白 在之前的发布会中 邻居爆出艾米已经怀孕 身为丈夫居然对此一无所知 警察没办法不怀疑她 不过尼克确实有了心欢 不过是因为难以忍受妻子越来越强的控制欲 二人在艾米消失后偷偷见面 他多次强调让女人不要泄露他们的关系 否则他将会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 不过关于孩子的问题 尼克却不能承认 明明是他最先提出想要一个孩子 而艾米言辞含糊 不做回应 尼克现在的境况很危急 一方面是警察已经将他列为最大嫌疑人 只要找到艾米的尸体就能给他定罪 另一方面则是煽风点火的媒体 将他塑造成一个妻子消失 还能泰然处置的渣男 所有艾米的支持者恨不得将他撕碎 尼克的心里也存满了疑惑 他知道妻子的消失肯定早有预谋 尼克偷偷藏下了妻子解谜游戏的一个线索 根据他对妻子的了解 果然解出了一个答案 他匆匆赶去答案指向的小木屋 里面堆满了信用卡账单上提到的东西 尼克的心里逐渐明白了一切 艾米想伪造一场谋杀案 将这个背叛自己的丈夫送进监狱 反应过来的尼克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按照整个事件的走向自己绝对会被送进监狱 他找到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 律师保证自己能拿下这个案子 他告诉尼克首先要改变艾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让他不再是那个人见人爱的美国甜心 而是一个充满控制欲的疯子 通过调查律师得知 艾米在之前的恋爱中就有此迹象 得到指引的尼克展开了反击 他找到艾米的前男友收集证据 稍后又约好了电视访谈曝光艾米的所作所为 他要将自己包装成一个诚心悔过的丈夫 尽管一事无成 尽管对婚姻不忠 但他始终没有想过谋杀妻子 他的心底始终爱着艾米 没有人会苛责一个坦诚的丈夫 然而还不等他进行采访 与他私会的女生先一步曝光了他 女孩要将自己从这起谋杀案中抽身 尼克的节奏被打乱了 但是事到如今他只能按照原计划行事 好在女孩的曝光没有影响他的洗白 一夜之间尼克的风平大转弯 但是警察依旧不能解除他的嫌疑 甚至因为发现了堆满奢侈品的小木屋 对尼克怀疑更甚 距离艾米失踪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就在尼克以为无力扭转局势的时候 艾米一身鲜血地出现了 他看上去楚楚可怜 似乎历经了千辛万苦 才回到尼克身边 不管怎么样 艾米的出现让尼克心口一松 但是他满身的鲜血又让尼克胆战心惊 在艾米的描述中 他又变成了一个被绑架的女人 前男友爱而不得 趁尼克不在 将他强行掳走 囚禁在自己的房间里受尽凌辱 但是他勇敢地逃回了丈夫身边 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答案是不 这不过又是艾米的一个谎言 按照他的原计划 他会主动结交邻居 给自己制造一个完美妻子的形象 诉说自己的家庭不合 并且他窃取了邻居孕妇的尿养 伪装出自己怀孕的证明 再制造出他们的财政危机 丈夫对他在做什么已经不胜在意 甚至连保险额度签字都稀里糊涂地完成了 艾米费尽心思包装自己 这样在他离开以后 所有人都会替他惋惜 他会写下一本感人至深的日记 记录他和尼克经历的一切 热恋和爱是真的 家暴和孩子是假的 在诬陷完尼克以后 他会跳湖自杀 看上去就像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 让尼克彻底背上谋杀妻子的罪名 关进监狱被判死刑 让他为自己的不忠付出代价 他在小旅馆里伪造好伤口 又将自己的痕迹全部抹去 准备万全之后 他满意地看着网上偏向自己的舆论 心里不断涌起复仇的快感 艾米取消了自杀的计划 他要留下来继续享受 这种万众瞩目的时刻 是他打电话举报了小木屋里的东西 让尼克陷入怀疑 但是他的计划被打乱了 一对情侣闯入他的房间 抢走了他所有的钱 绝望之际他联系到前男友 希望他能收留自己 这个年轻时被艾米拒绝的男人 现在有了和艾米相处的机会 或许是为了报复过去的伤痛 他虽然看上去温和有理 但是实际上充满了控制欲 他不允许艾米再离开他 艾米知道情况有些不妙 只得暂时与他周旋 一天晚上 电视上播出了尼克的访谈 艾米着迷地看着那个深情的男人 在电视上不停地道歉 毫不吝啬地表达他对艾米的爱意 艾米知道自己的目的达成了 电视里的尼克就是他最爱的模样 他不关心尼克是否续情假意 艾米想要的就是这个精灵的 能准确把握自己需求的男人 所以现在他必须离开 回到尼克身边 他用绳子在自己身上制造勒痕 又弄脏自己的衣服 在监控范围内留下自己被虐待的视频 等到前男友回家 艾米趁他不备 一刀划开了他的喉咙 这里没有别人 监控里的画面和艾米的证词就是一切 就这样 艾米带着满身的鲜血回到了自己的家 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被囚禁的可怜女人 他的解释天衣无缝 警察也相信这就是所有真相 只有角落里的尼克冷冷地看着他 知道这一切不过都是艾米的表演 但是他无可奈何 艾米像一个得胜归来的英雄 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就算他告诉尼克他所做的一切 尼克也拿他没有办法 二人的婚姻名存实亡 艾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维护这个稀碎的梦 过了几天 尼克再也忍受不了这虚伪的生活 他想要离开艾米 没想到艾米真的怀孕了 他们当初在诊所保留的材料派上用场 艾米用计划将尼克牢牢控制在掌心 暴怒的尼克痛斥着艾米 但是他也悲哀地明白 这就是婚姻本身 互相怨恨 互相控制 但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 还是让尼克妥协了 他又装出了那副好丈夫的形象 留在艾米身边 二人继续扮演着恩爱夫妻 至此 电影《消失的爱人》全片结束 一对的亲密爱人 在进入婚姻的世界之后 他们悲哀地发现 曾经吸引着自己的人已经变了模样 他们爱上的不过是一个幻觉 或许婚姻的本质就是如此 杀死爱情 也杀死最初的自己 打败爱情的最好方式就是进入婚姻 不用一兵一兵 只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就能把两个相爱的人磨成残渣 朝着车子狠狠挥拳的弗兰克 绝不会想到 他在酒会上一见清新的女孩 会变成此刻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 朝他尖叫 指责他不是个男人 那时的他们很年轻 愿意为了一个眼神赴汤蹈火 心怀舞台梦的青涩少女 和意气风发的英俊少年 在人群中选中彼此 是众人眼中一对神仙眷侣 可婚后的世界并不像出狱那么浪漫 玫瑰不是一面牛排 漂亮的别墅需要房租 要想维持两个人体面的生活 他们必须面对现实 成年人的世界充满戏剧性 你最讨厌什么 命运就安排给你什么 弗兰克当上了推销员 提上公文包混入人群 就像大海中落入一滴水一样毫无分别 为了养家糊口做着讨厌的工作 爱波则成了一个演技拙劣的二流演员 他自命不凡 却没有与自尊相匹配的实力 只能眼看着梦想破碎 听着丈夫浮于表面的恭维 最终忍不住情绪爆发 二人来不及回家 就十分狼狈地在公路上争吵起来 他们的面孔变得猙獰 就像积攒已久的怨气终于露出獠牙 初遇时浪漫的夜晚逐渐变得模糊 取而代之的是不满和互相指责 弗兰克受不了妻子总是对现实愤愤不平 而爱波则觉得弗兰克变得世俗而平庸 婚姻终于撕下了温情的目睹 露出他沉闷窒息的本质 和两个疲惫的灵魂 弗兰克急于找到一些东西恢复自信 而同事则适时地出现在他眼前 在弗兰克30岁生日这天 他约同事一起吃饭 喝酒 给这个看起来关顺的女孩抱怨工作 他和父亲共职于同一家公司 这并非他年少时所希望的 雄心壮志败给现实 弗兰克的脸上充满了落寞 他顺理成章地跟着女孩回了家 结束后又一脸心虚地回到妻子身边 爱波热情地迎接他 想为自己那天的冲动道歉 并为他准备了生日蛋糕 这让弗兰克十分感动 同时也满心愧疚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妻子 殊不知爱波现在已经无暇顾及那次冲突 他早上偶然翻出了弗兰克的照片 想起他们曾经如此向往巴黎 弗兰克说那是唯一值得过日子的地方 现如今他们陷入狼狈的生活 或许他们去了巴黎 面对曾经的真挚向往 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但是很少有人能一直坚持曾经的梦想 当爱波真的提出要去巴黎的时候 弗兰克只有惊讶 他们花光继续去一个陌生地方拯救婚姻 听起来是如此荒谬 可是爱波已经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只要去到巴黎之后 他就不再是那个二流演员 他会找到一份足以养活家庭的工作 届时弗兰克也可以回到从前 去做所有他喜欢做的事情 你不知道 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 你是男人 来自爱人的称赞总是让人幸福 弗兰克不禁想或许巴黎真的有他们的救赎之道 做出决定以后 二人迫不及待地向全世界宣告 他们即将搬去巴黎 在众人诧异的眼神中 确认他们是如此与众不同 这个去巴黎的梦 就像一剂猛样 让他们精神振奋 感情融洽 爱波立即准备好了相关手续 走在回家的路上 今天的阳光都比往日明媚 弗兰克在去上班时 心境大有不同 他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这群凡夫俗子 讨人厌的工作此刻不过是零行前的消遣 但是造化弄人 当弗兰克不再需要这份工作 只是随口处理一下业务的时候 领导却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这意味着他即将升职加薪 弗兰克陷入犹豫之中 追寻自我需要极大的勇气 摆在面前的安稳如此难以抗拒 但此时的爱波已经完全沉浸在去巴黎的欣喜中 他甚至有心思招待邻居的精神病儿子 男人是一个人们眼中的疯子 意外的是别人都是假意恭维他们去巴黎的决定 实则觉得二人异想天开 而他却真心实意地理解夫妻俩的想法 离开这里是为了逃离虚无道令人绝望的生活 这样的心灵相通十分讽刺 只有精神病才支持他们的决定 在爱波对巴黎近乎痴狂的时候 领导对弗兰克的青睐越加明显 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巴黎赌一把 还是继续这份好不容易熬出头的工作 就在这时 爱波怀孕十周的消息推了他一把 几乎是瞬间弗兰克就下定决心放弃去巴黎 尽管表面上还在应付妻子 但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 几句话就获得升职机会的弗兰克 已经不需要去巴黎才能重新找回自信 爱波察觉到他的意志已经不再坚定 他们之间伪装出的温情再次破碎 弗兰克向责任和现实低头 但爱波却觉得一直贪图安逸 不知何时才到尽头 他不在乎巴黎的生活是好是坏 只要能离开这里 在结婚生子的这几年里 他和弗兰克离最初彼此爱上的模样越来越远 直到今天二人面对面沟通 却无法理解对方的想法 爱波为了去巴黎不惜想要自己拿掉孩子 此举更是惹怒了弗兰克 明明幸福生活就在眼前 妻子却想要冒险去追求一个幻想 爱波沉默不语 从此闭口不谈巴黎 弗兰克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新工作 他们似乎回到了正轨 然而不幸的是 对弗兰克来说这是解脱 他不必再担心巴黎是否真的能够承载他们的期待 但是对爱波来说则是压抑 他的心里从未放弃巴黎 只是迫于丈夫和现实留了下来 心中的憋悶无处可去 他选择了和弗兰克同样的方式发泄 朋友的丈夫早就对他有意 现在则趁虚而入 夫妻二人分别在不同节点 背叛了他们的婚姻 巴黎本是他们逃离痛苦的梦想 此刻却将他们推向绝望的深渊 爱波已经不想和丈夫交流 而弗兰克急于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喋喋不休 让人厌烦 为了不让自己内心有愧 也为了表明自己会认真对待爱波的决心 弗兰克主动承认自己和同事有过几次接触 但是爱波出乎意料的平静 自从巴黎梦遂之后 他对弗兰克做了什么已经全然不在乎 随后在邻居一家的拜访中 二人的矛盾达到了顶峰 男人一句道破了弗兰克的伪装 无论是爱波的怀孕 还是经济问题 都不是弗兰克放弃巴黎的真正理由 他害怕的是失去对现状的掌控 放弃安稳去寻找一个幻想中的出口 真相被戳穿让弗兰克非常难堪 他竭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但真相就是真相 他只需要摆在那里 就足以让所有人撕开弗兰克与爱波强称的体面 邻居一家走后 弗兰克还想为自己辩解 可惜爱波已经忍无可忍 他们都知道问题的癥结所在 又不得不粉饰太平的样子让爱波发笑 二人更加激烈的争吵 似乎只有用尖叫和怒吼 才能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出来 弗兰克也终于看清他和爱波从不是一路人 他是安于现状的现实主义者 而爱波则是理想至上的空虚女人 这几年婚姻改变了他们 也变成了他们的牢笼 正在气头上的弗兰克忍不住对爱波大喊 希望他能早点做掉那个孩子 毕竟他为了去巴黎不惜一切代价 这句话刺痛了爱波 他们并非不再相爱 只是证明相爱的方式不再相同 爱波想自己冷静一下 弗兰克对他穷追不舍 他并未意识到二人的交流近乎无效 只是不停输出 直到爱波彻底情绪崩溃 一夜无眠 谁知第二天爱波就像无事发生一样 微笑着替弗兰克准备早餐 主动提起弗兰克的新工作 二人的矛盾似乎一夜之间全部消散了 弗兰克虽觉得难以置信 但现在的确是他想要的局面 弗兰克天真的以为他们的生活重回正轨 他们终于放弃了虚无的巴黎 并且即将开始新生活 可惜他没有注意到爱波眼里的悲哀 等他离开后 爱波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橡胶管 他真的要如弗兰克所说 拿掉这个不被期待的孩子 或许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到解脱 然而这个冒险的决定 直接夺走了他的生命 只留下茫然无措的弗兰克 他不明白为何妻子还是决绝地走到了这一步 或许他当初就该鼓足勇气 抛开一切跟他去巴黎 找回已经面目全非的自己 妻子死后 他们不再是让人羡慕的慧乐夫妇 而是一对神精致的疯子 变成了别人的谈资 邻居太太不停地抱怨他们如何让房子贬值 一直到丈夫不耐烦地关掉助听起 至此 电影《革命之路》全片结束 婚姻就是由女人的一厢情愿 和丈夫的充耳不闻构成 当生活露出令人窒息的本质 在现实和梦想之间 该如何抉择 剑拔弩张的争吵背后 是令人绝望的空虚 巴黎仅仅是一个远处的梦 它象征着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勇气 弗兰克不仅害怕放弃安稳 也害怕抛下一切拼命到达的地方 仍然是空无一物 爱波的执着更像是无处可去 她不允许丈夫和自己泯然重任 同时她也悲哀地意识到 丈夫和自己都没有错 所以她选择了死亡 婚姻有一百种方式走向终结 而理想的破灭是最终的一击 女人和丈夫结婚多年 却抵不过刚认识四天的新欢 她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爱 女人该如何选择 是服从欲望 跟随浪漫逃离婚姻关系 还是忠于家庭 再一次被琐事围困 这是弗朗尼正在面对的问题 她的生活乏善可陈 每天被重复的家务榨干精力 丈夫和孩子只是理所应当地享受她的福 却没有人问起弗朗尼的感受 自从结婚以后 她好像就失去了自己的价值 弗朗尼变成了一台为家庭奉献的机器 生活不能说不如意 丰衣足食而且分为和睦 但总是感觉缺少激情 平淡地快要让人昏昏睡去 某天她的丈夫要带着孩子去急诊游玩 一共是四天的行程 弗朗尼得以从保姆的角色中解脱出来 过几天自己的生活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是如此奇妙 丈夫离开后不久 罗伯特就开着车来到了弗朗尼门前 她是一个四处漂流的摄影师 正在寻找此地的罗斯曼桥 想要弗朗尼为她指路 女人的生活圈子十分狭窄 陌生男人的闯入让她觉得有些新鲜 但曲折的路线难以描述 弗朗尼心想今日无事 不如亲自带罗伯特去 二人在车上攀谈几句 弗朗尼了解到罗伯特居然去过她的家乡 一个意大利的小城 从陌生人嘴里听到那个名字还是如此亲切 气氛逐渐熟络起来 罗伯特想伸手拿烟 却不经意碰到了弗朗尼的小腿 车厢里多了分尴尬 但意外的弗朗尼并不介意 没过几分钟他们便来到了罗斯曼桥 弗朗尼不知今天自己为何如此欢欣雀跃 好像一切都焕发着心意 她忍不住偷偷看罗伯特摆弄指甲 又被小鸟震翅的声音惊回神来 被罗伯特发现她的视线后 她急忙拿了瓶冰水缓解自己心底的燥热 可罗伯特用一束感谢的话 再次让她的心蓬蓬乱跳 她故作严肃地开玩笑说也花有毒 罗伯特松手的瞬间她笑得直不起腰来 这是她少有的放松时刻 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农妇来说 恶作剧早已退出她的生活 可面对着罗伯特 她不由自主地想这么做 反程时她邀请罗伯特去家里喝杯冰茶 二人顺其自然地聊起了家庭 年轻时弗朗尼因邂逅丈夫 不远万里追随爱情而来 而此刻的她提起丈夫时 会夸她洁净 勤奋 温柔 却唯独不再提起爱情 这并非少女时代的她所梦想的 这片土地留住她的是责任 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不是热爱和激情 在这个难得的间隙 她像一个陌生人敞开了心扉 而难得的是 罗伯特明白她的感受 弗朗尼邀请她共进晚餐 她一边觉得自己的举动太过荒谬 一边又沉浸在夏日的躁动中 罗伯特帮助她准备晚餐 一些不经意间的肢体接触和眼神碰撞 都让弗朗尼心头一动 这种体验就像回到了少女时代 她会害羞 会被罗伯特的旅行去世逗得哈哈大笑 这是她生命里难得的波动 将她从琐事中拉了出来 朝外面的世界看上一眼 弗朗尼曾经也有自己的事业 可惜丈夫希望她能专心做个家庭主妇 提起这些时她有些失落 听着罗伯特丰富的经历 她难免觉得自己沉闷无趣 同时也开始怀疑自己 是否应该和一个陌生男人畅谈人生 但是罗伯特告诉她这样并不算什么 她甚至可以和孩子提起这次遇见 弗朗尼的心定了下来 他们继续聊天 而这次他们产生了分歧 四处流浪的罗伯特并不承认家庭的观念 她会为风景驻步 但不会为人停留 就算没有一个温暖的归属 她辗转不同人身侧也未必可怜 这一息话戳痛了弗朗尼 她正式被困于家庭中 当初选择爱情进入婚姻 可惜浪漫不抵岁月蹉跎 往日激情消磨殆尽的时候 随着罗伯特一句唐突的提问 弗朗尼结束了今天的对话 她的婚姻并非失败 只是被平淡和操劳填充 让她觉得有些疲倦 罗伯特的到来就像夏夜的晚风 不过她的躁动不安 她幽默的言辞和丰富的见闻 让一个困在厨房里的女人动摇了 深思过后 弗朗尼决定再和罗伯特谈谈 她用二人都喜欢的诗句做留言 邀请罗伯特第二天来吃晚餐 弗朗尼将留言贴在了桥上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罗伯特看到了弗朗尼的邀约 并告诉她自己会来 弗朗尼的新请客间被欣喜填满 她什么都不再考虑 只想和罗伯特再见一面 为了这个夜晚 她时隔多年为自己添置了一条裙子 女为月吉者容或许已经过时 但此刻的弗朗尼 确实想为罗伯特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 而小镇人言可畏 此刻的罗伯特却有些犹豫 她不知道过多的接触以后 自己可以一走了之 那留下的弗朗尼该当何如 这是她中年岁月里 好不容易萌发的冲动 她愿意为此承担任何后果 二人如约在桥上见面 罗伯特为她拍下一张羞怯的照片 弗朗尼好像感受到了 多年不见的浪漫 一些情愫在她心底不断盘旋 直到晚餐前 弗朗尼躺在浴缸里 一想到罗伯特一分钟之前就在这儿 她便忍不住地亢奋 换上新裙子之后 弗朗尼显得有些局促 她已经多年未曾好好打扮过自己 但是罗伯特毫不吝啬她的夸奖 在浪漫的音乐声中 他们忍不住相拥起舞 一切都不必多说 爱情水到渠成 他们克制又浅浅地感受着彼此 弗朗尼从平淡的生活中挣脱出来 罗伯特也紧握住旅途中难得的邂逅 事情结束后 弗朗尼急切地想离开这里 跟着罗伯特去流浪 她知道自己已经变得不同 但现在的她比以前更像自己 接下来的两天里 他们去不同的地方约会 弗朗尼看起来甚至年轻许多 她送给罗伯特自己的项链 希望能被她永远记在心里 一段爱遇可以随时脱身 但一段爱情不行 弗朗尼开始害怕分别的到来 那样这场梦就会破碎 她深知罗伯特一路过来 遇到的红颜知己不知多少 而她从未留恋 但人都希望自己是特殊的 她不想自己的奋力一跃 变成罗伯特生命里一个普通的记号 罗伯特是那样潇洒不羁的人 和她短暂温存几天以后便会离去 在她的旅途中遇见下一个人 从此二人不复相见 而她则会继续留在这里 现在回忆之中 或许会面临流言蜚语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 她都已经无法挽回 弗朗尼被寂寞和恐惧包围 她勇敢地向前迈了一步 却不知自己能否被稳稳接住 罗伯特感觉有些悲哀 她确实一路风流 但这次不同 弗朗尼在她的心里留下了重重的异比 他们有共同语言 灵魂相通 此次相逢相见恨晚 遇见弗朗尼她才知道 或许自己学会摄影四处奔波 就是为了遇见她 如果她明天要离开 她一定会带着弗朗尼走 抛开所有顾虑 世俗眼光又如何 她不会让这个女人栽掉眼泪 弗朗尼一时打包好行李 要追随爱情离开 可到了最后时刻 二人在烛光下却相对无言 弗朗尼思量再三 婚姻的责任让她从冲动中醒过来 她的丈夫并无过错 他们的婚姻只是有些让人疲倦 一旦她跟着罗伯特离开了这里 悔恨和痛苦便会如影随形 让她不得安稳 之所以爱上罗伯特 是因为平淡的潭水泛起波澜 而她相伴罗伯特左右时 又怎么能保证 生活不会重新变成鸡毛蒜皮一潭死水 这份美好的意外 或许保留在心里才是最好的办法 让爱情永不变质的秘诀 就是在她最美的时候戛然而止 罗伯特不甘心就此作罢 她会在小镇多待几天 期待着弗朗尼回心转意 弗朗尼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 婚姻极是责任 既然选择了她 就不能再随心所欲 经过这泪水连连的一晚 丈夫终于返回了家 在看到家人的瞬间 弗朗尼意识到和罗伯特的几天 更适合作为一场美梦 她的更多回忆是关于家人的 尽管有时琐碎地让她厌烦 但终究这才是她感到安全的环境 一周以后 她跟着丈夫来到镇上采购物资 却意外看见了罗伯特的车 男人站在雨中一言不发地看着她 希望她能下车跟她离开 弗朗尼心碎地望着深情的爱人 她的心再次动摇了 坐在丈夫的车上 红灯将她挡在了罗伯特的车后 这是命运赐给她做出选择的时间 弗朗尼看着罗伯特将自己送她的项链 挂在了后视镜上 她知道罗伯特的心是真的 她现在正在等待她向她奔来 倾盆大雨淋湿了两个人的爱 那如同花火般的爱情 逐渐变得湿润又悲伤 弗朗尼放在车门上的手 迟迟按不下去 她知道只要自己下车 罗伯特就能带着她远离 是是非非 但她不能这样做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罗伯特离开 然后彻底错过她 弗朗尼重新回到了她的生活中 多年过去 夫妻二人都已经变得衰老 丈夫临终之前告诉她 此后她就是孤身一人 在回首过去的岁月 她的心底一直保有一段关于罗伯特的回忆 直到有一天 她亲手受到了罗伯特的遗物 那是罗伯特记录下的关于他们的一切 弗朗尼意识到 这么多年并非只有自己一个人 还记得那段爱意浓烈的日子 尽管已经错过半生 但弗朗尼希望百年之后他们能够相聚 她留下一书 要求儿女将自己的骨灰撒在罗斯曼桥下 因为这里埋藏着一段短暂又漫长的梦 至此 电影《狼桥一梦》 全片结束 问世间情味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当激情退尽 面对责任和新鲜之间的抉择时 弗朗尼选择了责任 而那承载着她爱情的四天 就变成了她一生的重量 男人给少傅脱外套 手却有意无意地划过她的皮肤 肌肤触碰的那一瞬 两个人的内心都站立了一下 男人为少傅端来咖啡 看她对点自说很感兴趣 就握上她的双手让她闭上眼睛 少傅扑斥一笑娇撑地看男人 男人不由自主地攥紧他的手 空气中弥漫着暧昧气息 少傅察觉到放下咖啡提出告辞 少傅几乎是落荒而逃 年轻的身体太有诱惑她抵抗不住 晚上在家里洗碗时 也都心不在焉 第二天她还是没能忍住 又敲响年轻男人的家门 男人温柔地带她跳舞 肌肤地触碰男人深邃的眼睛 都让少傅沉沦了 康妮从没有想过 只是一次大风天理的碰撞 竟彻底改变她的人生 康妮和丈夫爱德华结婚11年了 有一个9岁的儿子 日子平淡如水 他感到满足但也有些厌倦 这天刮起了大风 因为工作康妮不得不去城里 风大迷了眼步子也亮巧 不知不觉中 康妮走到路中间撞上的男人 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 男人爬起来去帮康妮捡东西 康妮的膝盖受伤了 他艰难地爬起来 坐在一边请求男人帮他叫台车 可这样的怪天气 出租车也难叫 接连过去好几辆都在了客 没能叫到车 男人看着康妮无奈地笑 他说他就住在楼上有花盆的内奸 让康妮上去处理一下伤口 康妮很犹豫 康妮回头 看见一台空车行驶过来 可他没有犹豫选择了上楼 男人叫保罗适个书商 屋子里摆满了书籍 保罗看出康妮的局促 让他自己去卫生间清洗上药 这份体贴让康妮感激 等他处理好出来时 保罗已经为他泡好了一杯茶 康妮借了电话打回家 当他和儿子说话时 保罗突然走过来 冰块地冷让康妮不由地站立 也意识到了此刻的危险 挂断电话后 他便有意无意提起自己儿子 保罗只是微笑着 当康妮要走时 保罗让他带上一本书留作纪念 他指引着康妮 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打开 这项是保罗给他的答案 康妮十分窘迫仓促地离开这里 回家后的他展示出伤口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爱德华 但他没有说上楼后的那些暧昧 爱德华以为这只是平常的一件事 第二天丈夫儿子都出门了 康妮无意间又看见了那本书 当他翻开是保罗的名片掉了下来 捡起这张名片 康妮心虚地回头看了看 鬼使神拆下他出门时揣上了名片 在车站的电话亭边 康妮犹豫着拨了号又取消 如此反复几回 最后还是打出了这个电话 他说他想寄点礼物过来 保罗却好像看破他的心 让他人直接过来 康妮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挂断电话后踩 他内心知道这样不行 身体却很诚实 走进保罗家后 保罗为他脱去外套 手指有意无意擦过他的锁骨 康妮始终低垂着头 喝咖啡时他注意到桌上的点字书 保罗拉着他的手一行一行地堵 结束后也没松开手 康妮理智和感性疯狂拉扯着 最后还是拒绝了他匆匆离开 看着他的背影 保罗有些失落 冲出门的康妮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爱德华公司里找他 说给他买了件衣服 或许这正是康妮做了亏心事后 对爱德华的补偿 这一天康妮始终有点心不在焉 爱德华也注意到了 却没有说什么 等爱德华回房后看着水池里 康妮露出了一抹笑 他是真的沉沦了 少妇的手抚上年轻男人的胸 又摸上男人的脖梗 面前的男人英俊眼神深邃 说出的夸赞让他心花怒放 可当他凑上来时 少妇猛地惊醒自己还有家庭 少妇拎起包就走 可出门还没两秒又跑了回来 说要拿自己的大衣 男人不再犹豫一把抱起了少妇 扔到了床上 回程的列车上康妮袖着自己的手 还在深深地回味着 他抚摸着自己面红耳饰 最后竟直接冲进厕所 年轻躯体的美好 像是让康妮重返青春 从这天后他们开始无比放荡 在儿子的生日宴上 康妮也会和保罗通电话 每每闲暇时刻 他就会进城去保罗家里 享受无与伦比的快乐 保罗也愈发大胆 甚至会在工作日去找康妮 和他在餐厅里耳并撕摸 这一幕被旁边的人看见了 这人正好是爱德华的同事 离开时还一步三回头 显得很疑惑 后来同事就告诉了爱德华 爱德华沉默不语 其实他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康妮最近常常出门 原本他们的生活十分和谐 可最近无论自己有多主动 康妮都有一些抗拒他 看着回房的康妮 爱德华无力地靠在了浴缸上 第二天他约康妮吃午饭 康妮原本说自己没事 临到头了却又突然说 自己约了美容 爱德华撇过头 看见了康妮摆出来的睡衣和高跟鞋 他如往常一样和康妮吻别 等到了办公室后就打电话给美容院 果然没有找到康妮的预约 此刻的康妮正准备去找保罗 结果在路上遇见朋友 被他们拉去了咖啡馆 推辞不过康妮只能给保罗电话 告诉他自己被困在这儿 几分钟后保罗就推开了大门 点了一杯酒后就去了厕所 康妮心照不宣地跟去 两人在咖啡馆的厕所里也十分疯狂 过了许久才以前以后地出来 康妮头发凌乱扣子也没扣好 朋友眼尖一眼就看出康妮的不对劲 他用自己曾经的经历 劝说康妮不要沦陷 听完朋友的话康妮陷入沉思 可他仍旧不愿意放弃 跟保罗回了家 康妮说如果现在结束这段关系 那么谁也不会有损失 保罗甜言蜜语说自己会伤心 一边说一边包掉康妮的衣服 这样的快感让康妮欲罢不能 晚上回到家里时都还在回味 原本香嫩的鸡排都被他烤得十分硬 做菜时心不在焉厨房一团乱 这样的康妮太不正常了 起了疑心的爱德华找来私家侦探 请他去跟踪自己的妻子 他告诉康妮自己将要出差 康妮面上不显心理却在不停雀跃 隔天等爱德华出门后 他也换上性感内衣 梳妆打扮好出门去和保罗优惠 因为爱德华的出差 他们愈发地放大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私家侦探拍了下来 这一天康妮在保罗家睡着了 醒来后看到时间大惊 连忙开车去接儿子 因为太放纵 他竟然遗忘了儿子几个小时 这段关系他是否真的该停止了 夜深了康妮还在流泪 另一边爱德华收到了那些照片 看着康妮与另一个男人亲密的样子 他十分难过 不明白自己的婚姻怎么变成这样 这天下了大雨 康妮心情不好将车开进了城里 却看见保罗揽着另一个女孩 他怒火中烧 一直追着他们去了图书馆 隔着书柜他眼睁睁看着两人亲热 这一刻的他 把先前的欲望都当成了爱情 愤怒地冲出去辱骂女孩 保罗无奈只好将她拉回了家里 原本康妮十分愤怒 可到了最后还是被情侣打败 他不知道 自己的丈夫正在楼下看着 门里年轻男人的脸色变了 因为康妮是他最近撩上的少妇 只是想满足自己欲望 却没想到对方丈夫找上门来了 爱德华慢慢地走进屋子 想象着康妮在这里做过的一切 他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保罗讲出那个意外 爱德华愣住了 康妮那天回去时有说过此事 只是如今想来 觉得造化弄人 爱德华一直很冷静 可保罗一问一答 当他知道康妮会谈论其他时 才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爱德华走进卧室 看见了张康妮曾经滚过的床 情绪就有点绷不住了 尤其是看到了床头那个水晶球 那是自己送给康妮的 可康妮就这样轻易地转手给情人 看着这个水晶球 爱德华简直要喘不上气了 他抬头望保罗 脸上终于出现愤恨下一秒 血一滴一滴地躺下来 保罗一脸不可置信直接倒下了 爱德华看着死去的保罗 泪流满面 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怎么变成这样 好办上后 他才开始收拾现场 用不把保罗的尸体盖上 把水晶球洗干净 当他要拖走保罗的尸体时 电话留言响起是康妮 爱德华一愣一愣地看着电话 后悔吗懊恼吗 只是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他收拾好房间 把保罗的尸体用不绑起来 带到了车上 此时爱德华而自由演出 康妮在大厅里焦急地等着爱德华 爱德华慌张地换掉衣服 匆忙来到演奏厅了 康妮就像往常一场抱住他的手 头也偏向他这边 过去那一场荒唐似乎从没出现 深夜趁康妮睡着 爱德华偷偷出门扔掉了保罗的尸体 这天后的爱德华总是恍恍惚惚 穿鞋子会穿错 还问康妮喜不喜欢住在这里 康妮不明所以 几天后警察来到了家里 他们说保罗失踪了 问康妮知不知道 刹那间康妮愣住了 他说自己和保罗不熟只是买过书 和警察交谈时 康妮才知道保罗是有妻子的 只是处在分居状态 康妮儿子吃饭时说了这件事 爱德华不动声色地打听 本以为这件事要彻底过去了的时候 警察又上门来了 原来保罗的尸体被发现了 他们想再来调查一下康妮的信息 面对警察的结问 爱德华夫妇一问三不知 只是一个在装傻一个真不知道 康妮十分震惊 却也不想暴露出和保罗的关系 只能含糊其词 爱德华看他这样直接赶走了警察 康妮转过身去眼眶都红了 第二天康妮去洗衣服时 发现爱德华衣服口袋里有一叠照片 赫然就是他与保罗的亲热照片 那一瞬康妮如同五雷轰顶 原来爱德华什么都知道 到家后 他又看见那个送给保罗的水晶球 面对康妮震惊的眼神 爱德华躲开了 夜晚康妮颤抖地问爱德华 由爱生恨生怨 最后大家都痛苦 第二天爱德华若无其事地教儿子谈情 康妮坐在一边看相册 曾经那些美好回忆都不复存在 突然他拿起那个水晶球 拧开底座后 康妮看见了里面的纸条和照片 字字句句都是爱德华的爱意 那是爱德华很早就放进去的 却在数年后击中了康妮的心 他抬头与爱德华对视 久久不能一开泪水饮满了眼眶 深夜他问爱德华 能不能把房子卖了远走高飞 爱德华反问那孩子呢 两人紧紧拥抱着一起 为这永远也道不来的永远 他们的车外是警察局 很多时候我们一念之差 就会改变整个人生 后来康妮会一直回想 如果那一天他没有选择上楼 而是拦下那台空车 那么他们一家是否还好好的呢 只是可惜世界上从来没有如果 风从来不是命运 他只是把我们吹向了十字路口 最后做决定的还是我们 生命之所以如此艰难 就在于这些无法预知的选择 夫妻离婚十年后再见面 前夫的新欢身姿恶 妻子不由的自残行贿 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皱纹 也让她的身材发肤走样 看着青春靓丽的女人 珍妮落荒而逃 她甚至想通过整容来挽回自己的尊严 但是医生对手术的形容劝阻了她 为了一个背叛自己的男人 把头皮切开实在不划算 正当珍妮平复心情准备离开的时候 杰克携现任也出现在了医院 珍妮意识到前夫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们为了生孩子大费周章 杰克毕竟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面对年轻妻子自然力不从心 最佳调剂品 姐妹们也乐于听到这种八卦 当年 前夫被判婚姻 抛弃与他相伴20年的发起 毕然决然投入新欢怀抱 今日的窘境何尝不是报应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在儿子的毕业典礼上 珍妮再次遇见了杰克 她本想避开 杰克倒是饶有兴致地坐了过来 寒暄几句过后 二人之间尴尬的气氛逐渐化开 回顾往事发现他们也有不少幸福的回忆 没有人能拒绝孤独时的陪伴 他们重温了过去的激情 清醒过来的珍妮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 现在的杰克不仅是她的前夫 更是别人的丈夫 就算他们因为孩子又聚在一起 但破镜难重圆 杰克是一个背叛成性的瘾君子 在背叛他之后 相隔十年 又做了对不起现任妻子的事 想到这里 典礼一结束 珍妮就搭上了回家的飞机 没想到杰克马不停蹄地追了过来 她依然沉浸在那个美好的夜晚 认为珍妮应该与她再续前缘 然而珍妮却清楚 此刻的旧情复然 不过是因为杰克的第二段婚姻依旧不顺利 老夫少妻的组合难以抵挡生活的考验 在遇见前妻的时候 同龄人之间的共鸣和二十年积攒的感情 让她误以为还爱着珍妮 珍妮不想再理会她 可是杰克不想就此放手 人生苦短 何妨一世 珍妮的心里清楚一切 但是人的感情如此复杂 杰克的甜言蜜语填补了她内心的空缺 珍妮向孤独和旧爱投降 事情结束后 杰克感到如愿以偿 而珍妮只有后悔 或许他们之间余情未了 但此刻她只能用婚外情来定义二人的关系 杰克诡辩到他们老夫老妻不算悦见 而这似乎说服了珍妮 很快她就进入了一种胜利者的情绪 既不用承担家庭责任 又有人以亲密的关系陪着自己 何况当初杰克为了新欢抛弃弃子 现在杰克因她而背叛新欢 珍妮认为这是因果报应 她是这段关系里的赢家 杰克的重新进入带给她许多变化 她看起来更有活力 他们开始经常见面 杰克总是抱怨自己现在的家庭 越靠近珍妮 她就越觉得只有珍妮会为她带来好生活 这是迟来的告白 也是停留在表面的依赖 她对珍妮的爱是浅显的 好吃的面包 绝佳的夜晚体验 顺从和理解 通通都是她年轻时不会在意 到了年老时才知道自己需要的东西 她越提起自己的不义 珍妮就越清楚 杰克对自己依赖是建立在她的不幸之上 但同时她也越纠结 在道德理智和快乐享受之间 她只能选择一样 无奈之下珍妮去求助心理医生 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她是应该因为害怕孤独而接受杰克 还是应该及时止损 继续她花了八年时间才适应的单身生活 她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恐惧 医生看出了珍妮的挣扎 指引她做出决定 珍妮卸下了心理负担 主动约杰克见面 她不再遮掩自己衰老的身体 大方接受杰克的目光 他们更加坦诚地面对彼此 如果他们从未分开 此刻必是一对甜蜜爱侣 二人约定好下次见面的日期 为了这次约会 珍妮做足了准备 十年过去她仍然记得杰克爱吃的菜 她幸福地等待着杰克赴约 不料杰克却没走脱 妻子执着于二胎 现在正是排卵期 珍妮一直等到夜深人静 她知道杰克不会来了 直到这一刻 珍妮才把这次重逢彻底看清 并且不抱任何幻想 她对杰克来说已经不是伴侣 而是婚姻外的一个消遣 珍妮不愿再换上新衣 喷上香水 等待一个不确定的人 杰克第二天现身时 她的心里只有委屈 现在向她极力解释失约原因的杰克 一如十年前她背叛自己的时候 珍妮的确需要陪伴 但不需要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 她宣布终止了这段关系 从旧梦里脱身的珍妮突然发现 杰克让她忽略了正确的人 带着礼物拜访的亚当 突然戳中了珍妮的心 她的建筑师亚当一直在她的身边 他们因珍妮的装修计划而结识 关于设计理念二人出奇的合拍 亚当细心 有风度 关注珍妮生活的一切细节 同样因伴侣背叛而家庭破裂的亚当 更能理解珍妮的感受 她需要一段健康的感情 二人相谈甚欢 一起参加了珍妮女儿的结果派对 并宣布他们要在一起 杰克在角落里冷冷地看着幸福的珍妮 她不同意另一个男人进入珍妮的生活 眼看着二人打得火热 她忍不住走过去向珍妮打招呼 但是未能独处 杰克的妻子走了过来 四个人站在一起 杰克的脸色逐渐变得难看 但珍妮已经彻底放开了情绪 看着年轻的女人站在杰克身边 她已经丝毫不尴尬 杰克还想让珍妮回心转意 她不停地问珍妮是否还爱自己 对于一个已婚男人来说 现在的她既对不起自己的妻子 也把珍妮多年来的孤独一笔带过 好像只要她肯回头 所有人都得为她逐步停留 珍妮已经决心开始新的生活 不再与她纠缠 她朝着亚当跑去 二人伴着浪漫音乐翩翩起舞 这才是珍妮想要的 大大方方在一起的感情 回家的途中 二人逐渐清醒过来 亚当向珍妮告白 珍妮此刻却有些犹豫 她已经不再年轻 但是亚当十分暖心地 告诉她自己欣赏她的年纪 他们一起去了珍妮的面包店 合作起来烤好吃的牛角面包 这是杰克未曾给她的陪伴 杰克对她所谓的爱 不过是习惯了从她身上索取 而亚当则是参与她的生活 珍妮望着亚当深情的双眼 心底的爱逐渐复苏 亚当亲吻她因工作留下的伤疤 一如吻过她伤心的过往 有人欢喜有人愁 被抛下的杰克 珍妮落寞的眼神出卖了她的心思 妻子看见她的瞬间就知道 杰克就病复发爱上前妻 背叛了他们的感情 随即将她扫地出门 无处可去的杰克又来到了珍妮的家 被抛弃以后的 她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 反而认为自己为了珍妮 十分伟大的抛弃了家庭 不知她十年前是否也对情人这样说 珍妮自然不肯再与她纠缠 但是孩子们却希望父母能够复合 杰克也紧紧抓住时机 留下几滴不知是何原因的眼泪 利用亲情对珍妮道德绑架 成功住进了珍妮的家 继续享受着珍妮的服务 杰克至今都没有理解珍妮为何拒绝她 何况她现在已经恢复单身 她从未反思过他们失败的婚姻 自以为十年过去 他们仅凭几次私会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珍妮已经因为心软犯了一次错误 现在她已经有了亚当 绝对不能再让杰克得逞 亚当全心全意地邀请她进入自己的生活 让她帮自己挑选衣服 和亚当在一起她只有纯粹的快乐 可惜意外还是发生了 不知道珍妮正在和亚当视频的杰克 溜进了珍妮的卧室 拖得一丝不挂 亚当重新返回电脑前时 只能看见一个男人的大特写 三个人同时发出了惊慌的尖叫 杰克非但没能挽回珍妮 也破坏了珍妮和亚当的感情 孩子们接受不了他们之前的偷偷来往 纷纷离开了家 珍妮刚刚建立起的平静生活毁于一旦 幸福原来如此难得 不经受几番波折永远到不了彼岸 珍妮打起精神向孩子们坦白一切 她不得不承认自己与杰克藕断四连 谁能轻易放弃二十年的感情 但是当她放下所有顾虑 重新和杰克产生关联的时候 她却意识到 年轻时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 不合适的人永远不合适 她的坦诚得到了孩子们的理解 接下来珍妮要做的 是告诉亚当发生过的一切 可惜昨晚的冲击 让亚当停止了更进一步的想法 她知道珍妮和杰克并没有彻底完结 亚当觉得这段感情里应该只有他们二人 多说无意 珍妮只得告别 她要与杰克做个了断 一场雨带走他们所有的故事 珍妮真正地与过去告别 她的装修计划暗示开工 她期待地在人群中寻找亚当的身影 本以为她不会出现 但是一抬眼亚当就笑着同她打招呼 至此 电影《爱很复杂》 全片结束 爱情不是非黑即白 有时它让人神魂颠倒 有时它让人充满勇气 我们会为爱做出很多选择 或许正确 或许错误 但不可否认的是 爱很复杂 也很伟大 它推着我们追入谷底 又带领我们走出黑夜 我们下期待